因为我发现班上小朋友上传云端的状况就是蛮少的 所以想说跟大家解说一下云端怎么进入 那首先老师给你们的网址 你从这网址点进去以后 你进入那个云端硬碟 进入云端硬碟 然后按你的账号确定 因为老师已经设定开放 开放那个权限 那你点入你的资料夹 我用我的示范 点入以后呢 你就新增作品 新增 我这已经新传三个 你们点进去可以是这样 这是手机的版本 你们也可以录就是电脑的版本 等一下我会给你们看电脑的版本 然后上传 上传你就去找你自己的作品 比如说我选 我选几个 这一张 我选这一张 然后我选这一张 好我选两张 然后呢同意 OK 选取 好允许 允许进去 那他就传上去 就这样啊 有这么难吗 然后有人手机 可能像老师有点状况的 那我们可以从电脑进去 那我们再把画面呢 移到电脑的这个部分 好 那我就把萤幕移过去 好 那我一样 从这个云端的这个地方进入 好 那这个入口呢 其实老师有进去 进去以后就是这样 那一样到达你的资料夹 资料夹 然后这边呢 按右键上传档案 这是一个方法 还有一个方法呢 是在这个地方新增 这个地方也可以 档案上传 然后你就去你的硬碟里面 找到你 你的那个照片 我觉得手机可能是比较容易 因为你从手机拍照 那你不是电脑拍 你要去找到你的作品 可能你就是需要 比较费功夫 大致上就是这个样子 这样小朋友了解了吗